大家提出了说可能今年的冬天最后一个寒冬 主要是看到了新出现的奥米克罗 他的毒力在减弱 传播力增强 但是致病力在减弱 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但是呢 真实书记呢 并没有告诉我 我们说他减弱到了比流感很低 或者是下流感 他毕竟 我看网上有的同志开玩笑说 病老虎 他也是只老虎 他不是病猫 他不是猫 我觉得这个话呢 本身是有他非常好的道理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 任何专业上的事情 应该允许不同的专家 有不同的表述 不同的表达 也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看到了 我们也看到 由于病毒的变异 病毒独立在减弱 传播力增强 所以呢 它增加了在人群中 传播滞留的机会 甚至这个病毒还出现了 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 比如说在冷链 冷度的环境条件下 它可能会消灭 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有 所以呢 我觉得呢 病毒本身呢 它在适应人类 它也在变化 所以呢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就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说 这个冬天过后 它就会消失 了解 就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说明 你们就会预测的说明 我们可以预测的这个